简安湘公所响应国际失智症医院 9月25号和花莲慈悸医院失智工作中心 共同举办了在图书馆遇见德曼沙活动 希望从地方到中央借由社区资源网络连结 提升大众对失智症正确的认识还有友善态度 简安湘立图书馆或国立台湾图书馆 台湾失智症协会首选举办了 花东地区唯一失智症遇见德曼沙讲座 同时也在馆内举办了主题书展 透过多元德曼沙图书饮食系列绘本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关注失智症的议题 简安湘公所协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慈悸医院 还有我们失智症中心来作为关怀长者 我们陪伴学习延缓老化 跟失智症提早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相信在一连串简安湘不同的活动 任何一个地方的推展以及关怀到健康站的这样的长辈的 我们的发掘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在吉安湘是一个乐火 有适性移居跟安养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让老人家长辈淫法可以在这里有适性幸福的生活延展之外 我们也能够提早了解到问题的产生预防失智以及共同照护的责任的承担在吉安 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能够正视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多关心我们身边的长者 如果您有问题真的可以来我们吉安相公所 以我们实际基金会还有我们失智的中心来启动最专业的判断跟协助的力量 我们希望传习的服务最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养护在吉安 希望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个问题 9月25号下午30位失智症病患和家属齐聚在吉安相立图书馆 聆听演讲者白婉芝以失智症患者角度来分享乐观迎接翻转人生活的更精彩的经验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照顾到自己精神有点精神科 我真的都觉得有教育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问题 那为什么跟人家的妈妈一起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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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后一到我心里面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掉了 因为在照顾她的反省发现我自己就是日夜领导跟着她这样子 然后我才知道说要申请准餐 什么一些来照顾她 那时候我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 那我妈妈就不会有这样 可是还好让后半的工作 我照顾妈妈的 我照顾得非常好 让她有这样子 就是说不会那么早的 另外还有凤林荣民医院精神科医师教导民众如何延缓失智症退化 宣导民众打破对失智症的迷思 也颠覆刻板印象并且尊重人权 乡长游淑珍表示 吉安是一个全灵的友向环境 相公所陆续推动失智活动 建制乐至据典 希望能够让年长者有尊严的在地延欢老化 达到共荣共构共逐饮法乐活成的目标 据得林荣居然相报道